大家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汉语白这个音和相关的汉字 那么祖宗认为啊 清为白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实际上祖宗是对我们啊 这个生存的环境的观察啊 上观天下观地嘛 那么天清为白 透亮啊 除了光以外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白呢 最初的这个字呢 和这个日子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白日一说嘛 日白 其实都一样 那么为什么 说这个 天是清的呢 是因为有光啊 那么所以呢 有太阳有光的叫做白天 那么 其实你再思考一下啊 那么为什么 天会白呢 有光吗 并且只有光 没有其他的 所以这个白字呢 也有 只有的意思啊 那么 这是一个演变 还有一个呢 那么 这个白呢 还有没有的意思 叫白干一场啊 白浪 白飞啊 那这也是后边 后来啊 祖宗们 就是对一些这个 祖宗留下的这个阴阴字啊 的一种发展 因为除了光以外 什么都没有 啊 那个光呢 实际上 祖宗也感觉到啊 照是有 遮住了也没了啊 但是还会白 那其实他还是一种光 所以隐隐约约感觉到 那个 嗯 什么都没有 就是白 所以白后来又有 这个 啊 什么都没有 的这个意思 那么 再后来呢 又演变成了 因为原液和原液是挂钩的 一样的啊 这个清啊 白 所以呢 呃 这个把事情搞清楚了啊 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一些事情啊 啊 所以也叫 怎么搞清楚 告白啊 这个表白啊 表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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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啊 嗯 你就是清除了这个白啊 那就清清楚楚的 那么 这是说 对这个 对天的一个观察和思考 那么对地呢 主要就是水啊 这个 水清为白 啊 祖宗当时 其实生活的环境当中 有湖泊 有水库 啊 有这个河流 那么 观察呢 那 水呢 呃 不全是清的啊 那么需要一些这个动作 啊 但是呢 水 呃 经过这个净啊 呃 清而白 那么 水啊 跟我们生命啊 是 呃 息息相关的 所以 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水 啊 要用它 喝呀 解渴啊 用它清洗 那么水呢 能够把这个 呃 很 模糊 啊 甚至于脏 我们今天叫脏嘛 啊 这东西呢 把它弄清楚 啊 呃 叫我们 看的 呃 清清楚楚 所以呢 水啊 清也叫白 那么这个 水 这个 不清了 就叫 啄嘛 或者说叫这个 脏啊 呃 等等 那么 魂啊 那么 这个 但是呢 水会 尽管是魂啊 脏啊 呃 这个 灼 但是呢 它还会清 所以还叫白 那么 这个水白 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 一百二百的 这个白 呃 这个 其实呢 这还有一个过程啊 就是把水 呃 静静的放在那 它就会白 这个过程 叫做这个 白 那么后来也变成了个 这个白 是一百的意思 因为要好 经过很长的时间 经过多次 你你比如说 我们很浑的啊 这个 黄河水吧 啊 我们拿来以后呢 第一次 我们把它放在那呢 那分层 那么一折腾呢 啊 那个 我们把上面那一层 整出来 啊 但还不行 还不够 所以要多次的去 把这个水静置啊 就像老子在《道德经》里头 也讲过啊 谁能叫这个 浑浊的水静下来 变成 清澈的啊 谁能用搅动起来 叫这个清澈的水 变成浑浊的 一样啊 其实祖宗对这些观察 都是很仔细的 那么 所以 最早的这个摆字 就是说 你把水啊 用浑浊 变清 这么一个过程 啊 这个方法啊 叫白 一二百二百的白 那么 后来演变 因为有 这个 让这个水 变清的过程 很长 啊 所以白 有长的意思啊 由于这个 要经过多次 说很多次呢 也叫白 啊 那么 今天呢 就是 十啊 十个十 十个十 一个十 十个一 十十为白 嘛 那么 其实呢 这也有一个演变 跟是这个音发 演变也有关系 那当 我们在讲 十 是的时候呢 可能会 跟大家分享一样 那想不起来 就 今天可以说一说 十十 十啊 就是也是多 十十为白 嘛 能够清白 其实我们文字 发展啊 都有交叉的 那么 说这个 水清 为白 啊 那么 人 白了 是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 白白啊 大白啊 也叫多啊 实际上都是一个字 那么 为什么呢 人活的 清啊 人活的这个 白 那就是 一种境界 通常 人活明白了 需要有一定的年纪 像小毛小的小孩 那不懂事 我们都说的不懂事 人上了年纪 就是老了啊 那么 就会白 这一些这个东西 也看开了 放下了 所以有年长的意思 年长的男人 明白的 人啊 叫白 那么后来演变成年长的男子叫白啊 等等吧 博啊 因为也觉得 他这个 发音嘛 有些 从白啊 到能 慢慢的 小孩 学字的时候 小时候 学人家告白 发不清 所以还能 博啊 博啊 博后来呢 他告诉他的后代也 博方言都是这么形成的 所以 白和 博啊 是一个字啊 就是大白啊 那么 属于是讲这个 年长的这个 明白人啊 就是活得清清白白 那么 既然这个白呢 就是清啊 为白 那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么 有些事情就是不清 你比如说 啊 树的内部结构啊 苹果的内部结构啊 果实啊 甚至于这个动物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它弄明白啊 这个过程啊 叫掰啊 掰开啊 掰开的掰呢 就是把它给抛开 把它弄开 不管用什么方法啊 其实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们都要用手啊 所以叫 呃 呃 呃 整呃 分开的意思啊 那就是掰开的掰 那么 呃 其他的一些事情 你比如说我们收获的庄稼啊 嗯 这个菜树啊 等等 呃 脏啊 有有泥啊 有土壤啊 那么用水啊 去把它清洗干净啊 呃 一样一样的放在那儿 整得清清楚楚啊 所以叫掰 你把这个事情弄得清清楚楚 就是一件一件的 那有个顺序啊 所以叫掰啊 掰放 这实际上呢 就把所有的相关的事情都拿出来啊 独立的分开 呃 称之为掰 叫掰放嘛 啊 你也会清楚 所以呢 他也是这个因 那么还有呢 就是 我们今天有个词 转用于叫掰合啊 一个手啊 一个掰 实际上和掰 正的这个掰一样 但是呢 祖宗也发现 那么一件事情呢 我们追究的过程 就是把它一件一件摆在那儿 一样一样 把它整理出来 叫掰嘛 但是呢 哈哈 有些人就进今天的魔术 当中参加啊 就把人搞糊涂了 不但没弄明白 所以叫掰合 哈哈 掰了再合啊 搞不清楚 合了再掰 再分开 那么 有一种用今天话叫忽悠 说白了叫掰合啊 动成掰合啊 那实际上就是 某种程度上 就有意无意的里面 整明白的过程当中 故意的再把它搞混了啊 就把别人弄这个不清楚啊 叫掰 就是这个百合的百字 那么这个含义呢 实际上是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 都能感觉到的 但是呢 现在百合成为一种高大上的智慧啊 因为能骗人嘛 把人骗了 别人不知道 所以叫百合 这当然就是说这个字 就是这么发展的 大家这个潜移默化 感觉生活啊 就是这么一点点 因为人啊 都参与其中嘛 那有一些变化 所以这个蚊子呢 从最初的这个白的日子啊 一点一点就这么演变出来了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白松白的白 那就纯粹是这个 这是松树 松树为什么它又叫白呢 松白一个目的加这个 因为松树都比较坚挺 不像有一些是落叶的 不落叶了吧 那个 有大街啊 就是看不清 摇曳 而松树呢 钢挺啊 嗯 坚挺 容易看清楚 又叫松白 那么植物这种形状 统统叫白 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松才有这种特性啊 有这么一个特征 所以也叫白 因为植物 清楚啊 大家自己去观察 其实就是松白类的这个植物呢 就是这种情况 一样其他的 就是什么 叶子 泛茂啊 你看不清吗 那就不能叫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败 我们要败吗 败是什么意思 就是接受 认为人物是什么 对啊 就是荣耀 就是去认为 他就是事 那就遵守 成之为败 那为什么会败呢 因为人家活得明白 清楚啊 对灵啊 这个就是灵 所以呢 对于这个真实情况 真实啊 又牵着到实际上 这个清白的 那我们都要接受 因为原来就那个样子 这实际上是我们本性使然 也是规则使然 我们去接受 我们去 从某种程度上就说的不太好听 因为我们今天对这个一些字和词 发展的 有一些这个 怎么说呢 不能真实的表达出 尽管分的很细 也不能这样 就要臣服 臣服的有一种强迫的意思 所以也 怎么说呢 所以我也不大愿意用这个词 那么 呃 拜呢 就是表示服从 啊 遵守 接受 啊 甚至于说 我们有一个词叫臣服 因为他对吧 我们要臣服的是什么呢 就是理 我们要去遵守这个理 那么 所以叫拜 拜就是认为人家对 人家高尚 人家 与天道一样啊 所以要拜 就是屈崇嘛 那就是要拜 当然了 今天还有拜拜呢 拜拜呢 是源自于英语的一个音语 拜拜 古字拜 那叫拜 那是另外一位词 所以祖宗那个屈崇是什么 就是谦卑下来 柔软下来 那个字呢 这个拜的呢 就是 屈崇啊 就把自己尊重啊 称之为拜 所以呢 要拜 神明 拜佛 啊 拜仙 拜天地 啊 这个 拜长者啊 拜境界高的人 啊 都是这个拜 那么还有一个 哈哈 我们说这个 失败的拜 失败的拜 为什么你看 梅河哥这个不一样 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把事情弄清楚啊 弄清白啊 弄白了 那么需要一个 这个过程啊 那么这个过程呢 你比如说 我们整理物质的东西 那清理思想东西 一样 那么我们这个 本来稀里糊涂 稀里糊涂 就是有对的 有错的 有好的 有坏的 你们都是搅和在一起 那不不白吧 啊 不清楚 啊 不清 那么我们就 把它整理了过 掰开啊 掰啊 啊 等等 这个过程呢 那就要把 呃 真的东西 就符合真理的东西 把它留住 啊 留下来的 都就是我们去拜 啊 那丢掉的 那就是拜 啊 不符合道理 不符合天道啊 不符合我们本性的 啊 让我们不能清楚的 那就是 掰 掰 这我们要去除的 那么这是最初 这个拜的的含义 后来呢 因为你 呃 不能光明正大嘛 啊 呃 那就是 某种程度 有欠缺 那就是 呃 我们要兵器的 那就是失败的 拜 呃 就是要丢掉的东西 失去的 要把它 失就是 呃 呃 把他丢掉的嘛 呃 那么就叫做 拜 后来就是说 哎呀 强弱又对上钩了 啊 就是那是后来的演变 因为什么 你在真理面前 你不能强大嘛 嘿嘿 真理是强大的 你不强大 不就是失败嘛 所以就是 那个 但是呢 那么也是增白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啊 就叫失败的拜 也是发这个音 那么还有一种植物 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了 那是说木制植物 就是松柏啊 呃 剑亭啊 那么还有一种 拜呢 就是叫 我们有的地方叫摆布啊 什么呢 就是杂草啊 田地里住的 那这个跟失败的拜呢 呃 是亿曲同工之妙 就是我们要 种植啊 生产食物 我们目的是为了搞食物吗 就要把所为我们认为好的 那个 庄稼留下来 是和苗留下来 那么有杂草呢 他有什么 他长那个种子 我们不能吃啊 呃 或者是小 那么怎么办呢 那因为他也同样的占有土地啊 水啊 肥啊 光啊 会影响到我们需要的 哎 根据人里 站在人 要是自己物质 生命延续的立场上去 那就把它丢掉啊 败掉啊 那么 就是这个白子啊 野草啊 因为他 嗯 是一种我们要舍弃的东西 所以叫白子啊 这个 杂草啊 丢掉 他也用这个字 白 实际上 我们会发现我们汉语当中 同样一个字 含义呢 呵呵 有一致的地方 也有相反的地方 实际上 这就是 我们祖宗啊 历历代代 世世代代啊 对这个生存环境啊 呃 以及生存环境当中的信息 结合到自己的本性啊 自己的良心 真正的自己啊 一些观察和思考啊 慢慢演变出来的 那么我们作为后人 承迭祖宗这么一份遗产 或者资产信息 那么应该就把它弄明白 哎 因为我们人类就是这样 相互扶持 祖人生嘛 那么把这个 呃 人活着的目的 活一个明白人嘛 啊 那么 完成这个使命 是一种 必须的 一个过程 呃 但是呢 呃 怎么说呢 我们也不能说 现在因为现在一些字 演变的 哎呀 更更玄乎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说 作别字一说 其实没有什么作别字 还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因 啊 所有跟这个因相关的 呃 这个字呢 其实都一个意思 那其实呢 哎 慢慢的就是演变出来 我们把它弄清楚了 有这种认真的态度 我们就会认识到 我们 嗯 内心当中存在的 和孕育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当中 一样的那个真理 哎 把它给 挖掘出来 那么当然白字啊 那么也有 其他的一些 这个 也是 各种各样 实际上呢 我们把这点字实际上 就是跟一个白字都一样 哎 只不过就是 含义呢 呃 这个 呃 有了各自 单独的承担的方向 啊 呃 其实呢 啊 任何字都是这个样 啊 任何 任何音啊 一个音啊 都是一个 呃 一个字 呃 只要大家去用心 啊 不光里面呢 说这个 呃 含义啊 义义啊 或者说是这个链啊 都一样的 那么关于这个白 这个音和相关的汉字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呃 以后有机会 当然这个 其实每一个 呃 点呢 都可以再展开 啊 以后有机会呢 再给大家 呃 去 唠叨 分享 啊 更多的 信息 好 呃 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